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晚上又和大家见面了 桑普论证时间 今天讲什么呢?一些中国的新闻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留言、分享、订阅、订阅 每月定期可以货金给本人 支持本人的节目 和台港会的业务 也希望大家继续看完广告 看完一段片 利用Superfans Function支持本人 讲习猪头 习近平最近 我觉得已经去到羽毛伦次的地步 在讲羽毛伦次之前 大家知道他最后 神龙见首不见尾 去了一个没有灾情的重庆 去不去有灾情的 有清远、巢关、有灾情的 广东去探视 去重庆开了一些很莫名其美的会 稍后我们讲到这一点 之后突然之间神龙见首不见尾 的时候突然之间去回 北京 在星期五看到这个布林肯 很短暂握手 不会像说他和马英九握手 握多少秒的问题 也不需要布林肯五天哭五次 去什么皇帝宁 在祭祖哭哭哭 去这个长城的地方 唱长城遥 去奴溝桥那奴溝晓月 不需要做这些事 因为他不是炎王子孙 我都不是 你都不是 我不是姓炎也不是姓王 王和炎是死对头来的 而不是被皇帝灭了的 炎王子孙我真的不明白 无论如何都好 布林肯见到他 当然了 基本的美中军架构不会因为禁而改变 习近平坐在皇帝位 主席位 四方八方十几方来来朝 跟着呢 在布林肯坐在那里 听睡 当然了 听睡的睡字 是谁睡呢 你自己想一下 习近平呢 当然了 没那么简单 他最不简单的地方 就是 语无伦次 4月23日 去陆军军医学校的大学士策 说要培养所谓的 德才兼备的 新时代红色军医 军医 OK 新时代红色军医 要新时代红色 一个医生 是不是做军医呢 基本上是医人的 你做医生是 就是叫做 有人来 一定要普遍服务的嘛 你不论那个人是罪犯 还是无辜的人 不论那个人的职业 性别 甚至无种族 你一定要呢 是平等的一样 去对待每个人 这个医生 基本上是医生 但是中国是没有的 军医呢 特别不同的 尤其是这些国家领导人 就是这些独裁者集团 更加不同 所以呢 一定要军医是红色才行 如果你是红色的 黑五类的 即是稳正呢 譬如我这些人做医生的话 啊 黑色军医一定不可以接受 要新时代 即是说呢 一定要忠于习近平 讲做医生 都要讲忠心 不是讲你的医德医術 是讲你 是不是够忠心 忠诚于共产党 这些什么东西 第一不平等 第二讲忠诚 医生不是讲这些东西 医生不是讲这些东西 医生是讲医德医术的 OK 那他就说呢 要勇攀 勇敢地攀上 这个军事医学最高峰 因为叫军事医学的 真有趣 那你有没有法 律师医学啊 或者叫做 会计医学啊 或者叫做这个 测量医学啊 小返医学啊 演员医学啊 艺员医学啊 艺员医学啊 歌手医学啊 那有个叫军事医学的 勒勒勒啊 那就是说呢 很奇怪 其实医生呢 医人就是救人的 军事就是杀人的 那你要救一个要杀人的人 没问题 那你就做回医生就可以了 军事医学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要向敌人到 在那射COVID-19 武汉肺炎 中国病毒 中共病毒才对呢 军事医学 2020年到最高峰 习近平 你真是聪明了 赔钱啊 破产啊 剝腹啊 坐牢啊 是不是 军事医学最高峰 他说要面向战场 面向部队 面向未来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 军医大学 收皮了 你一下 接着呢 还有趣 语无论词 不只是说军医 还要说一个新的名词 以前说身质生产力 现在呢 就是说什么呢 大食物观 以前有一个叫大食代 大时代 在中国很多那些 食物观的东西 接着呢 大食物观 我想了很久 大食物观 究竟要怎样语英文呢 是叫做 big food view great food view 还是叫做 large food view 真是不知道 讲了 正经点 macro food view macro food perspective 大食物观 所以说呢 有个人呢 很奇怪 即是 即是 习近平 王满宁 这些 创造了一些 博名其妙的名词 那你就讲 宏观 糧食安全 你要讲糧食安全 你讲糧食安全 或者你讲 糧食 宏观 即是叫 宏观的 糧食安全 你要这么讲 叫macro food safety 那你又不是这么讲 这个 大食物观 大食物 有没有小食物 中食物 什么是食物呢 大食物观 这些词语呢 证明到 一个 没有怎样读书的人 半文盲的人 是怎样写字的 是吧 可能他连习近平呢 那几个字都写不到 只是懂得大食物观 大农业观 三月他去湖南考察 说坚持大食物观 大农业观 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四月去广东考察 跟着四月 水灾之后就拜拜 再去重庆 没水灾之前 他去这个广东考察 就说解决好吃饭问题 保障粮食安全 向陆地要食物 也要向海洋要食物 对着块地 我要食物 对着块海洋 我要食物 我要 然后他说 耕海木鱼 几有趣 海是用来耕的 不是耕 耕 耕种的耕 然后 木鱼 鱼就是这个鱼叶的鱼 是用来木的 什么是木呢 不是一块木的木 是畜木的木 木羊的木 木羊的木 木羊 木牛是木鱼的 将农业和鱼叶的词语 打运来说 这些就是什么呢 George Orwell 欧维尔 欧维尔经常说的地方 就是1984年说的 一个新语言 新词汇 是所有极权政府都要创造一套新的东西 什么新时代 红色军衣 大食物观 新质 新产力 那你玩着一个很wrenchess 那你那个地方 就是wrenching 不是wrenching 是wrenching 是wrenching 木羊 即是说那些鱼呢 尽在我掌握中 你所有的鱼 被人去低级的 你全部呢 都是听我说 那你如果真是木权的话 我要收割你 全部去收割 啊 多厉害啊 厉害啊 就是蓝粮仓 不是一个绿色的粮仓 灰色的粮仓 重庆呢 主持召开一个新时代 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 又讲西部大开发 yes 讲了很多年 江泽民、胡锦涛 讲到他 都是继续讲 那证明到西部根本未开发 那谁去呢 很奇怪 首先去找的地方 都没有讲到 看那些照片 即是新华社不告诉大家 去哪个地方举行 那看那些照片呢 很垃圾 很污谓的 临时召开的 会议这次会议呢 并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突然之间临时起意 然后呢 一把人来搞 三招门 搭不齐马的 整个西部 不是只有四个地方 他只找四个地方的省委书记 重庆 四川 陕西 新疆 That's it OK 那青海呢 零夏呢 甘肃呢 贵州呢 没有 那他那条铃 李强 即是废到无论的 就是自己去贵州考察 OK 但其他的省份呢 往西呢 暴龙哥呢 是不是 就很多其他西部的省的地方 没有其他的东西 为什么那些人没有来到呢 那就是说这件事很奇怪 是习近平突然之间 赤起条根要做的一件事 OK 那磅他有的 那当然有李强啦 有蔡奇啦 有丁薛祥出席啦 那这些人 当然是卑之无甚高论的人啦 那就是当然是明白啦 那基本上是说什么呢 哦 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呢 就说呢 做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要已经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啦 那那么厉害还说什么呢 你如期打赢了嘛 脱贫攻坚战 即是个个变了不穷的人嘛 那他们做什么呢 还开发些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是共产党的事情 就是前后矛盾的 你既然都大开发了 已经脱贫了 我看不到你这个意思啦 是吧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 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接着后面容易啦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努力攻克一批关键 即是核心技术 即是说呢 表面上是科技自主创新 写的上就是 继续偷 西电东宋 说了那么多年 什么南水北调西电东宋 说到那么多明 都是指纹楼梯响 为什么 这个意思是 炸 窮 窮 虐 负 贪腐 接着来了 要搞大保护 大开放 高质量 这些全部垃圾的空 假废空的词 那你不如写 多快好耍就搞定了 毛泽东那些中文 比你大保护 大开放 高质量 大食物观 大农业观 那么下一次 再多一年 那你说完这些废词 是不是超大 或者大大保护呢 我真的不知道 接着又搞 我国宗教中国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 维护民族权结和边疆稳定 治理非法宗教活动 最好笑 继续讲这些东西 治理非法宗教活动 我国宗教中国化 所以由始至终 糕盖不了吃屎 共产党由始至终 就是要大家食屎 大家不要有宗教 不要有信仰 不要有hope 有faith 有任何的信念 希望 他要的是假恶丑 他要仇恨 他要的是 大家没有希望 大家有的 就是赚钱的欲望 这个就是共产党想做的事 OK 接着搞一个西部绿海新通道 就是一个铁海联运的物体 他参观一个重庆国际物流 枢纽园区 在重庆市沙平坡 就是中欧班 中欧班列的 中国和欧洲 班车列车的起点 搞这个西部绿海新通道 就是铁海 叫铁海联运的 这个起点来的 也是列车的始发点 其实铁海联运 就是铁路和海运 其实由重庆出发 哪里有海路 它有个字是铁路 去哪里 向西走 OK 那去哪里去西走 铁海联运 就是由重庆出发 OK 它不是向南走的 它是向北走的 OK 就是一路一路闯上去 然后又去到新疆 出俄罗斯 新疆不是出俄罗斯 出哈萨克 一路通过中亚 N个国家 就去到欧洲 那当然了 中间经过一些所谓的海 比如黑海那些地方 是不是 甚至没有呢 就是这些地方 铁海联运 其实根本上是铁路 吹到铁海联运一样 吹到无论 这个就是它的方式 OK 接着说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丰桥经验 我也说过了 丰桥经验 简单来说就是 毛泽东时期 文革之前 搞的一瓦史 就搞的十个字 说完了 群众兜群众 矛盾不常交 说完了 OK 他又要继续 大家斗来斗去 然后他说 保持基层稳定 群众平安 基本上就是 稳定平安 就要你们全部收声 有事就杀了你们 抓了你们 为基层减负 要明确权责 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 基层该承担哪些工作 要将职责事项搞清楚 即是说 你不要说我卸责给你了 总之不要什么都压给你 有些东西 皇帝公的就要我领 那些权责的东西 那些权责的东西 那说一说 你怎么很辛苦 很辛苦 一日最坏就是你的老板 不是我 我是老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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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老板 你最坏都是你老板 不要压给基层 看实这条子 基层要承担什么工作 要将权责搞清楚就可以了 即是你们两个互相斗 不关我事 共产党一向都是最低这些东西 另外他参观了什么 九龙波区 謝家湾街道 民主村社区 民主村社区 重庆市数字化 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 即基本上是 数位极权主义 社会上用系统 大数据 全面监控 加快建设西部六海新通道 刚刚说过了 这些就是他说的东西 这些什么东西 老吊牙 卑枝无甚高龙 他重新 他自己要搞一带一路 宗教镇压 大开发 不惜污染环境 那些环保教 其实不批评这些人 如果你真的要说污染环境的话 这个我觉得值得保护的利益就是 批评共产党 不是搞这些交叉 变紫叉 膠刀变紫刀 是不是 那些壽司盒 膠的盒变紫盒 你置入都 密不透都不知道 变什么壽司 都不知道新不新鲜的 这个就是 共产党搞出来的东西 OK 所以由此而终 你会知道 这个问题就是出这个地方 好了 在这个大的环境之下 有没有反抗者呢 有 这个反抗者 是不是来自中国国内呢 似乎不是 它是来自一个很松散的 我都不称之为一个组织 它是一个理念 是一个很fluid的 很bewater的 开放式的一个组合 叫做国际黑客组织 这个匿名者 这个匿名者 这个国际黑客组织呢 与其画的组织 不如是一个理念 一个开放的一种 可以自由加入的团体 它2003年开始呢 已经是做了很多东西的了 尤其是它通过 阻断服务攻击 DDoS呢 去攻击很多部门 大家看到香港很多当时后 千亿年代 没有人做V杀面具的 就是这个黑客者的组织 的名者 Anonymous呢 和V杀面具的情况 是非常配合的 4月19日 他就发动网工 黑入了 即是用黑客的方式 去hack了这个 中国的昌北机场 和武汉大学 就专门把暗路的地方 最弱的地方来搞 基本上呢 是相当成功的 他通过这个昌北机场的 电子看板呢 打上一个字句 西藏武警 虐杀学生 打压人权 中国共产党 血债血还 那这个就是抗议 中国共产党 镇压西藏学生 尤其今年3月16日 镇压西藏拉薩司范 高等专方学校 当时很多学生 不满长期封效 不满他极端的管控 于是抗争 一旦抗争 若打若杀 失踪 死伤无数 或远禁 或囚禁 或监控 甚至没有被打死奸杀 也有 迫压迫人民 要他们血债血还 那这个就是 有事件的示意图 全部放在这里 那当然了 这个昌北机场 被人看到 哇 那不不得了了 整件事呢 就登上国际的媒体 当然你的黑客组织 你说黑客 那这个不对 你hack人家的东西 怎样都不对 但 合到罗宾汉 这个黑客组织 不是毫无选择地去挑选一些对象的 它是 譬如说 支援Wikileaks 而对香港政府 尤其在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 黑入去香港政府 黑入去中共政府的相当多 尤其是2021年 有52个中国的地方政府的网站 都是被黑入去的 而在2019年的时候 大家知道 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 这个匿名者的组织 亦是黑入去 偷香港警察的个人资料 你说香港政府去抓一些 那些不同的人 什么爆料 譬如说黄之锋 你爆些警察的料 就是起底 搞一大堆私隐条例的修订 但 他根本镇压不了一个国际性 如fluid一般 如空气一般 有空气一般的 有空气一般的 黑客人的一个所谓的组织 或者一个所谓的团体 这些人是不知名的 不知道谁 什么人都会有 他黑入去MIT 那我当然不会支持他 黑入这个沙利公 但是黑入北韩 是不是 我都不支持他黑入菲律宾 他都黑入菲律宾的网站 都会有 所以看到这些情况 他都不是特朗普的粉丝 所以他有些东西 不是等于我全面支持 但是他对于中国共产党 北韩 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 中国的一个打压 又和台湾 台湾 当时不是台湾政府 是国民党的网站 和对于这个 马英九的hacking 是相当劲 2015年 自己找回来看 这些全部都是很清晰的信息 大家知道他们的共同理念 就是什么呢 Anonymous的理念 就是反对网络监控 反对网络审查 反对电脑监控 反对网络审查 反对恐怖主义 反对电脑监控 反对网络审查 反对恐怖主义 反对网络审查 另外 共产党也不止于此 共产党公安部 4月23日 2014年 他就连续10年 即2014至2023年 展开了所谓的聂户行动 成功追赃 近490亿人民币 接近120多国 足够9千多人 今年都会开展聂户行动 2024 习近平的这个做法 基本上是七步在途的境外 经济犯罪嫌疑人的专案行动 说经济犯罪很多的贪官 是 但是很多反共的人 政治犯 都可能是被狼括为 经济犯罪嫌疑人 说你花钱 说你先走 其实那些不是贪官污吏 只不过是政治犯 所以两构的 等你分不清楚 等大家攬炒 这种情况相当多 其实共产党是一个 被很多共产党员寄生的机构 就好像寄生兽一样 在里面去处理问题 以反腐为名 事实上是一个食物链的一部分 大家知道 在互虫主义之下 物质主义之下 放任这些贪官继续做法 其实是荒谬的 利用很多国家 尤其是流氓国家 送中的规定 将很多这些人送中处理 当时中联部长 现在中联部长也是 曾经全国他做外交部长 但不是 刘建超 就是中联部部长 曾经因为国家预防腐败局的 曾经是 在担任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副局长期间 是指挥猎狐行动的 这一件事大家看到 共产党说这些事是越反越苦的 他隐藏的财产竟然这么多 你报出来的 就是你报出来的 已经490亿人民币了 你们那些公务员 这些人 9千多人 加上的 就是所谓的 整世赚到的资产 薪水的资产 4千9百万都没有 你可以有490亿人民币 证明到 你们多用权力去做多少 又说不能负 不敢负 原来说这么多年 都是继续负 一直负 一直负 独负负 不如重负负 这就是共产党一直在做的事 当然 继续去抓人 陕西帮人 韩勇陕西省政协前主席 说他结交政治骗子 搞政治投机 收受非法巨额裁 就说他收钱 结交政治骗子 又不说什么骗子 是不是说孙力军 还是谁呢 不知道 总之就是公安部前副部长 前副部长傅政华 前山西省的公安厅 前厅长 这个刘胜的厅长也好 他都是这样做 也都有孙力军政治团伙的人 他们都是 是不是和有关 不得而知 总之韩勇 就是4月22日被立案审查 开除党籍 这个就是一件事 那么看到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 美国又做些什么呢 美国当然势力了 美国做什么呢 起底这些追杀中国的高官 OK 我和杰斯做节目都说过 他做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在4月10日 《华盛顿时报》 《华盛顿时报》 不是《华盛顿时报》 不是《华盛顿时报》 披露就是 2023年12月 拜登签署了2023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第6501条 要求国家情报总监 凯恩斯 国务卿布林肯 在一年内 其实就是说 在2024年12月之前 即是新总统就职前 要发布一份非机密的报告 即是公开报告 要求大家去做一件事 就是这个 Bill Gates的文章 就是说 一定要将 这个题目叫做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财富和腐败活动》 那批票是什么人呢? 205位中共的中央委员 那205名的中共中央委员 当然包括 25名的政治局委员 而25名的政治局委员 当然包括七常委 那所以205人 另外再加 29名省委书记 即加上234人 就将他们所有的人 和他们的家人 即是亲属 他们的所有材料 能够公开披露出来 这个披露 基本上是揭发 即是他们的贪腐情况 美中的 即是这个说法 就是说 其实是 美中要有负责任的竞争 避免未来冲突 但无碍于公布这些情况 有些官员就说 有助于 还富于民 我觉得不可能 为你披露这些东西 共产党披露了 我有钱 我就会还富于民 晒气 即是 即是 即是披露了 就被习近平割韭菜 甚至为外国政府 没收充公 OK 那么很多人就会说 中国如果再换在俄罗斯的话 那就会断揽了 脱欧了 断链了 甚至最近耶伦 布林肯 访问中国 都已经说到一个重点 就是中国换在俄罗斯 结果可能很严重 美国正在起初 可能切断中国一阵银行 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措施 包括Suite系统的停摆 这件事当然要紧要 但是你说 可能性可不可 Gravity很大 即是如果实现了 即是等于他们完全是 他们全部脱欧脱链 他们所有的钱 等于阴尸子一样 那他们可以怎样呢 就和劳报交换 但是现在俄罗斯的劳报 都被美国制裁 那就变成了 double bubble 合买的bubble 最后呢 中国也继续做生意 可以的 但是俄罗斯 和北韩 敘利亚 伊朗 穷兄穷弟弟 难兄难弟 就自己做生意了 和自由世界 全世界最有钱 最富庶的地区 没得做生意 这个就是 冰火两重天 一条大的铁幕 是一个金融的铁幕 拉起了 这个就是对中国 毁灭性的打击 而不好意思 香港就是这个铁幕的后面 和中国站在一起 所以香港 都会难免 被央及持余的 这个是肯定的事 好了 但是这个可能性 我说 probability 我们不就是说gravity 我们就是说probability 但是 为什么 美国的华尔街集团 和深层政府 和共产党过重甚麽 是不是 这个是很明显的事实 不信你问一下 这个Tesla 不信你问一下 所有科网公司 由Intel到Google 虽然Google 不在中国做生意 但其他的事 OK 所以你看一下 很多的生意 很多都是因为投鼠忌器 所以很难做 所以我说 哪个人能够做得早 拔到这件事 不搞政治正确 真的能够决心抗共 我们不是叫鹰派 是做一个应该做的人 去抗击共产党 认识共产党 追击共产党 殲滅共产党 应该要做的事的话 我们都会支持他们 当然 刚刚讲过 美国所谓的贪腐报告 其实是其中之一 最近3月路透社都透露 川普在2019年 授权CIA中情局 通过社交媒体做秘密行动 揭发了当时很多中共官员 藏匿海外的金钱 非法资产 一带一路的贪污腐化 所以这件事是这样 另外就是说 这些一系列的 无论是3月的路透社的揭露 或者4月10日 《华盛顿时报》的透露 都是有助于压制 共产党侵略台湾的 我想这件事是好的 也都粉碎了 共产党所谓的 谦信、无私 共产党是白威特定威的神话 当然没有威特定威特定威 是那些莫名其妙 红星闪耀中国的 撕落等级的垃圾 才信奉这些东西 这件事的等级 是等于用美国官方的身位 做到2016年巴拿马文件 超过1100万份披露全球的 法律财务记录的一种做法 现在不是找人去禁止 而是政府带头去 把他禁止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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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爆料 将这些爆出来 给大家看 大家知道当年 川普想公布中国官员 180万的子女 在美国的一些檔案 这件事当时还没有 现在去到这个时间 选举快来了 美国的列根研究中心 调查结果 就显示 77%的美国人 视中国为敌国 换言之 无论民主党政府 还是共和党政府 都希望抗中保美 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他们一定 要斗鹰派 这个是未来的几个月 基本上的趋势 都是这样的了 无分左右 都是这样做 但是当然 你问我 谁未来会做得更加好 更加清脆响亮的 当然有track record的 侵侵 共和党的团队 会做得比较好些 清彩罗伯 各有所好 我就不和大家强辩这些东西 我只是说 每个人有自己的心头好 我就不和大家说了 但是一个很基本的地方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侵侵又承受些什么的阻力 当然也会有的 阻力的重点在于 这个最近 不是阻力 他都是很多人 就是阻力就是 应该先讲阻力 就是这个supreme court的 这个presidential immunity的问题 就是总统豁明权的问题 现在就去到联邦最高法院去审判 据最新的结果 就是没有判决的 基本上 侵侵 就是这件事 会等到很多的下级法院 去自己判断这些基本的事实 基本上 最高法院的指引就是说 要区分两种的情况 official act和private act 公行为和私行为 那私行为 就是没有做总统的豁免权的 公行为是可以的 换言之 这个最高法院是已经暗示 虽然没有正式判决 已经是通过这些各行的审判 已经暗示 如果是属于official act 美国宪法是应该赋予总统豁免权的 OK 这一点是新的创举 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的判决 没有先来讲到总统有任何豁免权的问题 因为即使尼克逊 最后是因为辞职 那些事情就算数的 就没有就是说 告到他坐牢的 侵侵就是大家知道 去到今时今日 2024年了 选举前 一大堆选举之前的官司前身 起码四个刑事案件 Stormy Daniels 即是所谓的 掩口废案 其实和掩口废 掩口无骨 是和你的灯再不实有关 接着每一张不同的单 一个卡片 一个卡片 逐个数据 摆明是玩鬼 那不是集合的 等于你 偷一只鸡 偷一支筆 在一个同样的便利店里 偷十样东西 就像你十行的洩道罪一样 即这件事 就是他们现在那班人的玩法 那当然这样的搞法 最有机会可能判叛刑 甚至我们没有罪 OK 另外我们会看回 另外还有所谓的 Subversion Georgia的地方干预选举 然后有1月6日的 Insurrection 的Case 等等的东西 逐个逐个来告他 我不认为这些这样的罪行 会成立的 那你就看司法怎么判决 你说他一定是入硬 做机会判决 那你就看他的司法 会怎么判决 但无论如何都好 会影响到选举的 我都说过了 选完之后 即判完之后 或判之前 压了劳力时间 他会用佔据他和拜登辩论的时间 或者自己下场去选的时间 甚至用筹款的时间 这是对于他的选举的一种影响 但是这半个结果 不影响他当选总统 即使他要入监狱服刑的话 总统可以继续做下去 这是美国现在的宪法规定 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 问题是什么呢 他告你很多这些insurrection ok 或者是说subversion 这些东西 是不是总统职权当时的公行为 official act 如果是的话 他是基于总统权力 可以去评论 发言的行为的话 就很有可能 就被豁免 我觉得这个机会极大 我看回 现在联邦最高法院 Skotas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基本上九位的法官 六位保守派 四位自由派 三位自由派 我不先不论自由派 保守派 基本上我看回他们 曾经在新闻报道 讲过的发言 就这宗案件的发言 侵侵营压 而同时他们现在不判 射了下去 那些地方 即各个下级法院 那一射下去 看一看的时间 11月5日 总统大选前 是不可能判斥的 固然之 这个会拖过大选 接着那些左派 极不满 就会觉得 今天答不了我的结果 所以看到那些人 是利用司法 做什么 waponization 他想搞到 川普没有得选 即你今天告他 早不告 前不告 现在先告 就赢了他的努力时间费用 搞到他没有得选 你不是做waponization 来说什么 你看那些左派 看CAN BBC MSNBC 这些左派媒体 全部都是华尔街集团 深层政府的核心 目的是什么 主死他 美国搞到这样 其实觉得很愚蠢 没必要的 如果你认为 司法是独立的 那你就逐单案件 司法独立判断 在哪个时间 哪个时点 做过什么 anytime anywhere anyplace 你告诉我 特朗普如何是subversion 什么insurrection 如何指别人冲入国会 大倒乱 推翻政府 你告诉我 他说了哪个说话 什么act 什么omission 告诉大家 证据 very important 而一个人 是否不可以评论 这宗所谓的 选举 是一个有舞弊的情况 而这件事 是否有表面 primification evidence 如果你认为 这件事是不可以评论的 first amendment right freedom of expression 在哪个地方 为什么新闻不可以评论 做commentator 不可以评论 而只得一种声音 一种意见 就是公正持平 绝无舞弊 而这件事 你的证据是什么 how to prove the negative 今天你要告诉我 我现在很质疑 这个选举结果有问题 很多的选举调查结果 因为当时很多的政治的压力 和其他原因 封了盘 那迟些 历史会告诉 who is right and who is wrong ok 我只要说 川普面对这个情况 他也要面对这个结果 当然 有很多关于川普的事情 可以说的 所以我们本日再和大家继续分析 今天时间差不多 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说其他议题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会有些事情 感谢观看